今天就是要上比较数学的部分了 这个前面三节课我们大概那些都是一些基本的程式源的基础 然后从这些课开始我们几乎是都是数学的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先来教大家 今天这个课程比较像复习啊 就是复习这个高中课程的部分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扩展 那我们要做的是现行回归的推导 那这个现行回归的推导啊 这个高中教的是就是应该叫双变数的现行回归啦 反正是一个X对一个Y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嘛 对不对 那它的推导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们今天要我们今天想要做的推导 它可以是多个X对多个Y啦 最终可以是多个X对多个Y的推导这样子 那它会用到一些矩阵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一样把范围资料读进来 好读进来以后大家应该可以了解这几行是在做什么啦 就是这意思就是我把data里面的edge把它拿出来变成X 然后把data里面的rate拿出来变成Y 那这样子的话我的X跟Y 我的X跟Y就是两串数字嘛 那接着我打这一行指令的意思是我用X去预测Y 然后用LM LM这个函数是Linear Model的意思 好那我可以得到个Model 然后我们把它print出来 我们可以得到 拮据是78.9 斜率是0.10 好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可以 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 呃 呃 年龄跟rate的关系是 呃 78.93 加上0.1021 乘以h 它等于什么等于rate 等于rate是我们的心跳数目 所以年纪越大心跳越快 好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接受齁 好这个这个这个数据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实际上实际上是实际上年龄越大心跳可能不是越快 对不对 你们应该都知道年龄越大应该心跳会越来越慢吧 那为什么这里数据会越来越快 好它会有其他原因啊 因为实际上这个 这些人其实是病人 这些人不是健康人 那病人那个 呃心脏跳越快就代表他疾病 就是反正心脏越无力啊 什么之类的啦 所以如果以病人来讲的话 年轻的病人心脏 心跳应该反而会比较慢一点 这样可以了解有意思啊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这个 还有印象吗 好没有人没有人认为有印象 好没关系啊 这个我们等一下来一步一步教啦好不好 我们先教大家一下 就是除了刚刚这种指令的打法外 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指令 第二种打法是 就是 我们啊可以把直接把data输入这个rm这个函数里面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用edge去计測rate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model 他算出来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没有问题啊 好那接着 这个也可以这样打指令 这样打指令的方法啊 他比较 他注意 就是rate 他是用点去预测rate 对不对 那点是什么呢 点的意思是 全部 就是整个所有 整个data所有的 所有的variable都要用 那但是我在打data的时候啊 我把它变成 我只让他输入rate跟edge 所以 rate以外的全部去预测rate 这样意思就是代表 只用edge预测rate 这样可以 所以他出来的答案 也是一样的 好 这三种打指令的方法 其实 这个 我想就是 如果你只关注于数学的部分的话 你是不需要特别去学他的 好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刚刚的这个线性回归 他其实就是去建立一个基本的方程式 线性回归的意思就是我需要去 我希望让这个程式去帮我fit这个函数 那 请他告诉我beta0跟beta1是多少 我去规定他的x是edge y是rate 那 最后他fit出来的结果就是 78.9313 然后跟0.1021 那如果有个年龄是60岁的话 那他的rate预测值就是85岁 好 到此为止 大家应该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就是简单的线性回归 那我要讲一个事情的关键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给了一个预测函数 这个预测函数 现金回归是指上面这个东西 目前我还不知道他的beta0跟beta1 那现金回归就是长上面这个东西 这样可以接受吧 不好意思 按到了 这样可以接受 现金回归就是长这样 那他的beta0跟beta1 确定了以后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的预测式 好在 还没确定以前这个式子 我们叫他function set function set set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中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集啊 集合 那个集是那个 集集火车在的那个集 这样可以 function set 那这个 如果你已经 这两个数值都固定了以后 这叫function 好我现在把这两个拆开是为了帮助你去理解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当我们决定一个function set 之后 这个data跟agronism 是在帮助我们去求这个参数的数值是多少 而这个参数的数值是多少 一旦确定了以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是我们可以拿来去应用的 就是拿来去预测 edge跟rate之间的关系 你这个edge跟rate可以换成任意东西 这样可以了解吧 所以 function set 跟function 你们搞清楚是什么了吧 如果我刚刚的概念 你们有理解清楚的话 你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啊 这个function set 这个线性回归这个意思 线性回归这四个字 代表的意思 是一个function set 加上一个求解的方法 这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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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function set 加上这个求解的方法 他就叫线性回归 那之后如果想要建立edge跟rate的关系 那我就是用线性回归这一组工具去求它 而 你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 线性回归只能够去求 这个function set 里面的 所有可能性 有什么可能性 就beta0有可能是负线大到正无线大 那beta1也有可能是正无线大到负线大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一旦你的function set 确定了以后 你是不能够去新增 修改 修改这个 就是function set 我们把这一个不能修 function set 这个东西叫主结构 这个主结构啊 英文叫architecture 这个主结构一旦确定以后 我们能够做的就只能够是球里面的参数 这些概念我现在要讲得非常清楚 你们一定要听得非常理解 所有的人工智慧 所有的人工智慧的这个模型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都是要先给它一个architecture 给它一个function set 然后再让它在这个function set里面去做球解 好所以你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啊 我们就把人工智慧集结构算法 就是机器学集结构算法 这堂课的核心 核心要学习的目标给了解出来 我们之后会学习很多不同的function set 也会学习很多不同的解法 我把这两个部分拆开哦 那解法的部分今天这一节 还有之后的两节课 我们就会学不同的解法 然后我们会学到一个最泛用的解法 叫T度下降法 这个我们会在下下节课的时候教 然后在那之后 我们就学习很多不同的function set 去面对不同的问题 那都用同个解法去解它 那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就是我们最后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人工智慧 其实就是这个function 你输入一个东西之后我要得到个答案 但是它的参数要确定 function set要确定 好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讲解哦 你们可以去很清楚的理解 function set function architecture 还有这个就是解法之间的观点性 这样可以了解哦 解法我们可能会叫它agonism 好你如果了解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同样都叫现境回归 这一个东西 它的function set 跟这个是不是就长得不一样 这个function set跟前面那个长得不一样哦 长得不一样在哪里 它多了一个beta2跟x2 对不对 可以接受我的讲法吗 这是一个新的function set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想说 我们要怎么求解它 可是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就是 呃就是数学理解再帮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function set 跟这个function set 谁比较复杂 注意再看一下前面这个function set 跟后面这个function set 谁比较复杂 有没有人要发言的 快发言加0.5分快点 后面的好那再追加一个问题 你答对了就再加0.5分 后面这个function set 有没有包含前面那个function set 有 有 为什么它包含 就是说 就是可以说 总界像是把 100加100以外 带你去 是不是把外套进去 用这一块 像穿下去 我觉得你讲的有问题 李均和帮他加1分 但是我要讲一下我的讲法 如果你令这一个function set的beta2 是0的话 那這樣這一項是不是可以捨去 它就會全等於前面這個 function set 所以我不是要把這個 function set 合到這裡面來 我是說 這個 function set 因為你現在可能還 我這樣聽起來 你還沒有完全了解所謂 function set 的概念 function set 的概念是 現在的 beta 0, beta 1, beta 2 它還是一個不定的數字 我還沒確定它是什麼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同樣的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beta 0, beta 1,我也還不太確定它是什麼數 它可以是負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 這樣可以吧 根據我給的 x 跟 y 它現在數字是什麼我都還沒決定 通常在這個時候 數字是什麼我都還沒決定 可是我怎麼說它有包含它 是因為我可以強迫 beta 2 為 0 當我強迫它為 0 之後 這兩個 function set 就完全相等了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 也許透過這樣的一個問答 你可能更了解了所謂的 function set 的概念 那這個 function set 可以拿來解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它可以允許有兩個 x 跟一個 y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可以拿來解 而且 H 跟 PR 對 rate 的關聯性 那我解出來的答案是 99.08 然後 0.12 然後負 0.13 好可是啊 這是我解出來的數字 實際上如果 PR 跟 rate 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是不是有可能在這裡解出是 0 機會很低啦 因為負線大到正無限大 0 只是一個點 這到底來講解出0的機會是 取近於無限分之一 這樣可以了解吧 可是它是有這個可能性的喔 我現在用數學的角度去跟你們講這件事情 它是有這個可能性的喔 它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然後或者你從 就是你在預測的角度來看 它如果已經是 0.000 後面可能還會有幾位小數啦 但它已經跟 0 沒什麼不一樣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如果你完全了解這些 邏輯概念的話 你就知道說我們現在要開始學 我們現在要學現金回歸的時候 我要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理解它 首先我要先定義它的 function set 接著我要定義它的求解方法 我們再給前面那個 function set 叫一個名字好不好 叫 prediction function 為什麼 因為它是拿來做預測的 所以叫 prediction function 為什麼我要 你也可以叫 prediction function set 等一下後面我會交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function set 或是 function 那我現在先把名字把它 就是把它區分開來 因為求解的時候 不是只有 function set 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 你現在來 你現在來 我們現在要開始定義另外一個東西了 我們現在要定義另外一個東西 叫 loss 我剛剛為什麼要把 這個 prediction 剛剛把現金回歸那個部分 就是 y 等於 我們要把 y 等於 beta 0 加 beta 1 x 1 加 beta 2 x 2 這個東西叫 prediction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set 跟這個 function set 把它分開的原因 就在於你要求解的時候 這個部分也是必須要有的對不對 這個高中應該有教吧 這個高中應該有教吧 或者研究生 你在上 升筒的時候 你應該有教現金回歸要怎麼求解吧 你必須先算出一個東西叫殘差對不對 殘差就是 y 減掉 y heart y 減掉 y heart 就是殘差嗎 我們現在來看前面這個式子來講 好 如果以這個來講 預測值是 85 對不對 可是實際值可能是 90 這個 90 減掉 85 就是殘差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這個殘差 這個殘差 我們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叫 loss function 好 那 loss function 這個 loss function 它現在的定義是什麼 殘差平方 殘差平方合 對吧 我們目前是這麼定義的 可是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線性回歸的求解目標 是求殘差平方合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求殘差絕對值合 可不可以求殘差絕對值合 可不可以求殘差絕對值合 可以嗎 這個不值0.5分 這個問題不值0.5分 可是我想問一下大家可不可以 大家要不要給我一個回答 可以或不可以都可以 學長給我一個回應好不好 你覺得可以嗎 可不可以求殘差絕對值合 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應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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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應該可以 那我再問研究生好了 來就是你啊 你回答 就是你 戴紫色口罩了 就是你啦 你看得出來我在看你 可不可以求殘差核 可以求殘差平方合 也可以求殘差絕對值合 那可不可以求殘差的核 為什麼不行 什麼叫等於0怎麼辦 他可能最後是0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好我換個講法好了 我用我的話講一次 然後讓大家理解 你的求解目標是希望殘差越小越好 對不對 你是希望殘差越小越好 可是是真的是越小越好嗎 欸不是哦 越小可以小到負無限大 對不對 你是希望他越接近0越好吧 我是希望他越小越好吧 因為負的殘差你 你也不希望有負的殘差 你希望的是殘差越接近0越好 這樣才代表預測準 所以根據你的想要的求解目標 我可以定絕對值合為0 也可以定平方合為0 可是我不能定直接加起來是為0 好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 剛剛我在問學長這個問題說 為什麼你可不可以定絕對值為0 你的疑惑是什麼 你要不要講出你的疑惑 為什麼你覺得可能不行 不行 我想說 演算法比較難寫 演算法比較難寫嗎 可能是那個 在 知道 有些什麼都是 可能計算比較麻煩 可能計算比較麻煩 所以 邏輯上是可以的 但是 可能計算會比較麻煩 所以 以前大家都教你只能平方嘛 對 大家教你以前只能平方 這件事情是高中老師就有教了嘛 對不對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曾經有問老師說 為什麼要平方嗎 可能沒有 對不對 來研究生在上升筒的時候 你有問過老師 為什麼可以只能平方嗎 沒有 好 我跟大家講 他講的事情 大概有80%是對的 的確 平方比較好解 絕對值不好解 因為絕對值實際上是平方之後再開根號 絕對值不好解 平常跟講真的不好解 好可是我要跟你們講一件事 那所以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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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回歸這四個字 你也可以說 Simple Regression Simple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這個字 他代表的是一個Function Set 加一個求解方法 對不對 他的這個求解方法 包含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對 Loss Function的定義 他定義出來的Loss Function是 殘差平方核 如果你想要求解的方法是 你想要求解的優化目標是 殘差絕對值合 抱歉這不叫線性回歸喔 這個可能是別的你自創的一個什麼東西 那求解方法是 等一下我們要做舉證的求解 我們要等下做微分嗎 你們應該感覺出來我等下做微分了啦 好你們還感覺不出來我等下做微分 好你們因為我知道高中是用配方法求的 好不好 你們反正我等下要做微分了 好我現在想要把試圖把這個東西再拆的更開來講 就我在幫助你們理解這個過程 我現在把整個 我現在我先講一下最終的目標 我最終的目標是要求這個東西嗎 我最終的目標是要求這個東西對不對 因為我說這個東西叫人工智慧 可以嗎我現在最終的目標我要求這個 我要求的是Function 我要求出這個Function之前我需要多少東西 我們現在再來盤點一下 我需要先定義一個FunctionSet 我需要先定義一個FunctionSet 接著我還要定義一個LossFunction 然後我等一下還要求 我等一下還有一個東西我沒教 我就是求解的方法 就是求解的方法 所以你必須定義出這三個東西 這樣你才能夠求解出這個式子 你應該可以想像一件事情吧 我用殘差平方核求解 跟用殘差絕對值核求解 求出來這兩個數字 很有可能會不一樣對不對 很有可能會不一樣嗎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說那你說誰比較好 這件事情我們先不談誰比較好 好不好 你誰比較好 你最後就看誰預測的比較準就是比較好嗎 對不對 預測的比較準 那又要看你用什麼指標說他準啊 你要用絕對值 絕對值來當指標 還是要用平方核來當指標 這個又不知道了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先不談哦 我們先很開放的認為 他們都是一些 他們都是一堆不同的方法 至於誰比較好這個到時候再說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好 那我把這個東西 講完 講定義講完之後啊 我要跟大家講 那現在你現在知道 這一個 Loss Function 是殘差平方核 他可以被展開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因為我的Prediction Function 我的FunctionSet已經決定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被展開成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YHOT可以被 代入成YB0-B1 X1-XI對不對 展開到此為止你應該都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現在這是我的Loss 現在這個式子下面這個式子 是我的Loss Function 加上我的Prediction Function 兩個FunctionSet的組合 最後產生這個樣子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的目標是希望Loss越小越好對不對 我今天 隨便帶入一個B0跟B1 我都可以求得一個Loss對不對 因為現在B0跟B B0跟B1 是任意數嘛 隨便帶兩個數字出來 我都可以得到一個Loss 那我要哪一組 我要哪一組B0跟B1 我希望是能夠讓我的Loss 最小 最小的那個B0跟B1 就是我的 我想要求的那個 預測試 我想要求的那一個Function 好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再重複一次我剛剛所有講過的過程 你試著聽聽看你有沒有跟上我 如果今天想要求一個 做一個人工智慧 我們先假設這個人工智慧非常簡單 他的式子就是 最終也許我求出來的式子就是 Rate Y等於78.93加上0.1021乘以X 這是我最終要求出來的式子哦 那我怎麼知道我要求的是78跟0.1呢 我們定義出來的問題是 首先你需要先決定一個 Function Set 或者叫Prediction Function 這個Function Set一旦定好了以後 他就不可能加出一個Beta2加X2了 你一旦定成這樣 他就不可能再增加Beta2加X2 Beta2成X2了 除非你一開始就定成這樣 那這樣跟這樣哪一個比較好 如果不考慮求解難易度的話 這樣比較好 因為他涵蓋他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先不考慮求解難易度 他大於他 所以如果這個跟這個我要二選一的話 應該要選他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我要定一個Loss Function 這個Loss Function 沒有一定說就要殘差平方合 沒有一定說要殘差平方合 也可以殘差絕對值合 但也不能亂定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你要思考 你實際上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好最後你把這兩個方式 你自己指定的Function Set 跟你自己指定的Loss Function 合在一起你可以得到一個展開式 你的現在的問題就簡單了 你要找一組Beta0跟Beta1 因為X跟Y是已知數 你有一堆Sample 所以你有一堆X跟Y的組合對不對 你現在的問題就簡單了 你要找一組Beta0跟Beta1 讓Loss最小化 我剛剛講的這一串過程 大家有理解嗎 給一點回應嗎 學長有沒有理解 可以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嗎 好可以齁 研究生有沒有理解啊 有理解好有理解 不理解的話等一下隨時 那個練習的時候可以舉手了 好不好 我們再講一次 好那你既然知道 我現在是要找一組Beta0跟Beta1 這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組合的函數嗎 這是一個函數對吧 我要找一組Beta0跟Beta1 讓Loss最小化 那我是不是在求幾值 我在求這個函數的幾值對不對 我在求Beta0跟Beta1 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個函數會有幾值 會有幾小值對嗎 是吧 求幾值怎麼求啊 求幾值可以用微分球啊 求幾值可以用微分球這件事情 高中的課都上完了 應該印在你的腦袋裡面了吧 我想要求一個函數的幾值 我想要求這個函數的幾值 這個函數大概比上面這個簡單非常多啦 我想要求這個函數的幾值 是不是可以用微分球啊 好那我要怎麼用微分球 我先求這個函數的倒函數 那倒函數 就是2x加2等於0嘛 那我就知道x等於-1的時候是 這個四值是有幾值的 對嗎 現在我在開放個可以加1分的問題 好請問一下 為什麼 求幾值的時候要用微分 講越清楚越好 導函數的意義是什麼 導函數等於0的時候為什麼有幾值 有人要講嗎 來學長這樣 其實在這個2次是從他的 技階房是一直在強他的協力 然後他最為0的很難 直到他的協力才有比較少 所以當協率為0的時候 就是他的最底端的最小值 好 最底端這些事情我們先去掉 邪律為0值告訴我說 他不會再上升也不會再下降 所以邪律為0的地方為幾值 這個是這個你講沒有錯 好等一下也給他加1分啊 俊和等一下他們都要加好不好 好 邪律為0的地方就是幾值 那至於他開口上下還是 向哪裡這個不重要 開口向下 因為我只能夠保證 這個整個過程 我只能夠保證找出幾值 我不知道我找出是幾小值還是幾大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 這個函數只有幾小值沒有幾大值 這個是可以了解的 就是這個是函數本身的問題 但是整個微分的過程 我們其實就是試著先解出 他的切線斜律函數 這叫導函數 對不對 導函數為0的地方 就是幾值出現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只要對這個式子 解他的導函數 並且找到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β0跟β1分別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整個式子的導函數為0 那他的幾值就在那裡 好可以接受我目前的講法嗎 好可以接受的話 我目前是不是就是要 我應該不用教你們這個式子 的導函數長成 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應該不用吧 這夠簡單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解他的導函數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啊 好 請問一下 我這邊是 我們在求他的導函數以前 我們應該發現 這裡面 X跟Y是已知數哦 X跟Y是已知數可以接受吧 他只是看起來像未知數 但是他實際上是已知數哦 因為我們有數據嘛 對不對 這邊有兩個 未知數對不對 你要求兩個未知數的 導函數的話 你需要用到偏微分 你們應該沒有 在高中以前 應該沒有求過 就是在高中的課程 應該是沒有求過兩個未知數的微分吧 有嗎還是現在又改了 沒有很好 大學大學有沒有教過 研究生大學有沒有教過偏微分 沒有 學長有沒有上網微積分呢 沒教 微積分 陳老師沒有教偏微分 沒關係啊 我大概可以想些 欸不不不不 我這個有錄影的 這個 那個 反正我現在會教偏微分啊 我沒有學好 你沒有學好很好很好 謝謝謝謝謝謝 反正沒關係 這個 我現在要教偏微分了 好不好 那我來講一下 我要跟大家講偏微分 為什麼 解兩個導函數 就是偏微分跟微分 為什麼兩個以上就叫偏微分 三個沒有自己的名字哦 兩個以上就叫偏微分 一個就叫微分 這是有原因的哦 我要跟你們講兩個以上和一個 有非常大的差別 我們先看操作流程啊 操作流程非常的簡單 就是現在我有個雙變數的式子 現在我有個雙變數的式子 就是4a平方-4a 加b平方-2b加5 那我如果要用比較傳統的方法去求解的話 我就配方嘛 配方法大家應該都會吧 配方法有沒有人不會的 我怕你不好 你說配方法這邊不可能有人好意思舉手了 好不好 有沒有 有沒有人隨便發出點噪音 讓我知道你不會 你從這裡到這裡是不會的 好那我真的就不講了哦 配方法我就假設大家都會了哦 好不好 所以這個式子的極值是 a等於2分之1 b等於1 可以吧 配方法我假設大家都會了哦 不要害羞哦 我怕你等一下下面跟不下去哦 好好那我假設大家會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式子如果要用偏微分 我們要怎麼去做 我先跟大家講怎麼做 再跟大家講為什麼 他叫偏微分 好不好 然後他有什麼特性 兩個以上和一個有什麼差別 好來 偏微分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對a 求 你對這個式子 求a的導含數 那超簡單來 2拉下來變4 變8 8a 這個一倍嘛 拉下來一樣 就是8a減4 後面這一串都跟a無關 所以他都是常數項對不對 所以直接捨去 所以他的 這個式子a的偏導函數 我們叫對a的偏導函數 他就是8a減4 這個名字你先記住啦 至於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先不要管好不好 然後接著 然後接著b的偏導函數是多少 2 一下 2b-2 這兩個偏導函數的求法 你應該也都不會覺得太難吧 邏輯上有通啦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偏微分 這麼簡單 但是實際上就是這樣 對不對 好 如果你得到這兩個式子 你發現這兩個式子都等於0 都等於0的時候就是有極值 等於0的時候有極值 為什麼 因為這是切線斜率 這也是切線斜率 這兩個式子都等於0的時候 代表就是 兩個式子切線為例都為0的地方在哪裡 a等於0.5b等於1 答案跟剛剛配方法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先不要管他的數學過 我們先不要管他的數學原理 我等一下才要講數學原理 但是你應該可以接受偏微分這個過程吧 可以接受嗎 就是偏微分可以求到兩個以上函數的 兩個以上位置數的函數的 這個極值在哪裡 你應該是能接受這件事情 好現在我要好好講 這個過程跟微分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看得出不一樣在哪裡 除了他多了一個b0以外 你看不出 你從運算的過程中 你是不是看不出他 為什麼要叫偏微分 他跟微分沒有什麼不一樣嗎 有嗎還是你們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了 可能去報名一下什麼 數學的什麼菲爾茲獎之類的 因為實際上真的 如果你從運算過程的角度 你是不可能看得出來 他的不一樣在對這個式子的解釋 請問一下導函數的解釋是什麼 切線斜率 導函數的解釋是切線斜率對吧 可是你現在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實際上 是ab跟 我們把這個叫y好了 ab跟y的關係對不對 這個式子是一個三維空間 的關聯性 它是一個關聯面 這是一個三維空間的 預測 關聯面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我什麼叫關聯面嗎 這是一個面 三維空間 我們還可以理解 他是一個 就是任意 你把a跟b放在這個 就是 就是 xy軸 那z軸是最後這個y 對任何一個 a跟b都有一個y對應值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面 既然他是一個面 那我們求的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你們感覺出來 從數學意義上 他跟前面那個不一樣 他是一個面 那他的切線斜率到底意思是什麼 你們有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你們 我覺得你們應該有catch到 這個不好定義 就是一個面 你怎麼知道你的切線在哪裡 他360度隨便一個都是切線啊 有聽懂我的意思了吧 他360度 你今天有一個面 你今天有一個好主要說 我的人頭好了 你們就拿我的人頭來當例子 我這是一個面 對不對 我的頭頂是一個面 好我的頭頂的切線 360度 還不是只有360條切線 有無限多條切線啊 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一條到底是哪一條 這一條是哪一條切線 我直接告訴你們這一條是哪一條切線 這一條是b.0的切線 你現在把一個 我現在試著找出 一個三維空間的好了 三維 三維 預測 三維圖形 好我現在 我跟你講 假設你們的函數長這樣子 假設你們的函數長這樣子 我剛說 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個軸是A軸 這個軸是B軸 這個軸是B軸 你剛剛在求A的偏倒函數的 那一個 預測式 其實是這一個 方向 B等於0 這一個方向的 切線斜率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把這一個 把這一個 圖形 壓平 就是你直接捨去這一個軸 把它壓平 然後你得到的那個 投影 投影面的那一個 切線斜率 這樣才有切線 我講會不會太抽象啊 可以想像嗎 可以想像的舉手好不好 讓我了解一下 大概百分之幾根 只有一個 不要害羞啦 真的都聽不懂 學長你真的聽不懂 我在講什麼 我在講一次 你們這 真的拜託你們 你們聽不懂要講 我非常高興 你們聽不懂是有講的 好不好 三圍圖形投影 好 這個是往下投影 這樣是捨去 Z軸 下面這個是捨去 Z軸的投影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來試著 試著給你們一些 數學圖形來看一下好了 圖形投影 坐標投影好了 真的不是很好找 我現在沒有準備好 因為我沒有意識到這邊 可能大家會聽不太懂 不是說你們程度不好 我現在 我現在 我再重新講一次好不好 我用嘴巴講 你現在手上 你現在在三圍空間中 我現在有個麥克風 他是不是有X軸 Y軸 Z軸 在三圍空間中 他是有X軸 Y軸 Z軸 我的 我捨去 X軸的投影 捨去X軸的投影 假設X軸是這個樣子 這個方向 那我就是 正對X軸這樣看 他的 照一張相 那他是不是變二圍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捨去Y軸的 捨去Y軸的投影 就是我 站在Y軸的 地方 然後對他這樣子 照相 捨去Z軸的投影 就是這樣子照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偏尾芬 實際上 在做的是 我捨 我先把他投影之後 再去計算他的切線斜率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的切線斜率 相當於只有 所以你剛剛這個圖來講 所以你剛剛這個圖來講 他的切線斜率 其實只有這個斜率 跟這個斜率 兩個斜率 這裡的 這個方向的斜率 跟這個方向的斜率 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一個方向的斜率 跟這個方向的斜率 他沒有45度的斜率 也沒有90度的斜率 這個是0度的斜率 這個是90度的斜率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所以0度的斜率等於0的地方 好我們來找一個有趣的圖形 這個函柱就非常特別 他的 他在這個點的時候 這個方向的斜率是0 這個方向的斜率也是0 可是他在其他角度的斜率 看起來都不會是0 對不對 看得出來吧 所以篇為分 我剛剛講了半天 你如果完全聽不懂就算了 可是如果對於聽懂的人 我希望你們 如果完全聽不懂不影響後面的計算 只是你對數學的理解就會稍差一點 你還是可以解得出來 只是會比較像背公式 我再重新講一次 我剛剛想要傳達的概念 我剛剛想要傳達的概念是說 偏為分 為什麼比起為分 為什麼兩個變數以上 差距會跟前面要有不同的名字 是因為我求出來解 其實並不是 是真正的解 我求出來解是投影之後的解 所以這個解是有點限制的 他也許不能是 也許 我 就是他可能不能被稱為標準答案 他是一個有一連串定義 前面有一連串定義之後 我們才能夠說出來的答案 這個8a-4的斜率是帶前提的 這個2x加2 他是沒有任何前提的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當然 你在做後面的數學運算的時候 反正這樣也是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你可能不會有任何感覺 你不會覺得他們差別在哪裡 他們的差別在我們下下節課的時候 我就會再次提出偏為分的限制 你就能夠感受出 為這樣的一個差別 會有什麼 會對我們的求解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現在你只要知道偏為分的 整個運算過程 其實跟一般的微分是一樣的 他只是在數學意義上不是很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那個前面聽不懂的部分 我們就聽不懂的人 就前面就當做都忘記好了 沒關係 反正我們總是會解為分 好那我們現在來解這個試著 我們現在要解這個試著 我們要求beta0跟beta1的 導函數偏導函數 這個要偏導函數 偏導函數分別多少勒 好在求他之前 你會發現這個式子比較複雜嗎 對不對 這是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連鎖率 我們不要證明連鎖率了好不好 會用就好了 連鎖率 應該都有學過吧 有上個微跡分的講個話吧 有吧 有也許忘記了 但是我現在把它列出來 這樣可以嗎 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組合函數h 他是g g的結果直接丟進f 這樣的一個組合函數 那他的 偏導函數就是 這樣的一個的導函數 不是偏導函數 這樣的 組合函數的導函數 就是先對 這個組合函數 求g的導函數 再求 乘以 g的 x導函數 這樣可以 這個過程 不要笑 笑的就是聽不懂 真的不行嗎 我沒有叫你們 我沒有叫你們 背起來喔 我也沒有證明喔 我今天只想告訴你們結果 總之連鎖率 連鎖率是一個 我們現在要認為 就是連鎖率只是一個運算工具喔 我只是要把它當運算工具喔 我沒有要證明連鎖率喔 可以嗎 好我們來帶帶 我們來實際運用看看他 他好不好 來 β0的偏導函數等於 這是一個組合函數啊 什麼組合函數 第一個組合函數是 y-b0加b1xi 然後第二個組合函數是x平方 這樣可以嗎 他是一個平方 一組東西 你把這一坨東西 當做大A好不好 當做大A 他是不是就G of x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一坨東西叫做G of x 然後大A平方 然後FFX叫大A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你對他求導函數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 這一坨 假設這個東西大A的話 假設這個東西是大A 那你對大A裡面的東西求導函數 大A裡面的東西求導函數 那你是一定就是 對先對整個大A求導函數 那就是2 因為是A平方嘛 所以導函數就2A嘛 可以接受吧 然後再乘以對大A 對大A球裡面的東西 主要說Beta0的導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拆解 我們現在是把這裡拆解成 YH 這是YH 對不對 YI-YH 可以接受吧 我們先對YH 球導函數 再乘以對YH 球B0的導函數 我現在這一行 就是在用連鎖率嗎 我先對這一坨 球YH導函數 再對YH球B0的導函數 假設連鎖率 大家已經忘記他要怎麼運用了 這一行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因為我就只是在用連鎖率啊 可以吧 目前沒有人接受不了的吧 大家都接受不了啊 大家都接受不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 這一串 球導函數 很難嗎 欸不會很難啊 這個平方 往前丟嘛 平方往前丟 兩邊交換 因為他是負的 兩邊交換 他前面有一個帶一個負的係數啊 所以我要交換 他是負二 往前交換 變YH-Yi 前面這一串 這一串 等於這一串 大家可以接受嗎 欸請講 平方可以把他移到前面嗎 你先把這個東西想成大A 還是我現在寫黑板好了 還是我現在寫黑板好了 等我一下我寫個黑板好不好 來 我寫黑板 聽不懂的往前看 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函數 H-X H-X 等於 大A 大A 我現在YH-O 大A等於 Y Y-YH- 這樣可以吧 大A 等於A 等於A平方 等於A 然後我現在要求 YH-O 對大A平方求導函數 對不對 我要對大A平方的導函數 等於 D of D 我先求大A的導函數 大A平方大A的導函數 可以吧 在乘上 我對大A求YHAT的導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上面這個四字畫到下面這個 大家可以接受嗎 我在利用連鎖綠 你是看不到往前看點阿 我看得到 欸 那這裡我在用連鎖綠 你看得懂嗎 欸請講 那就是為什麼 那是A乘A阿 那是A乘B阿 這不是兩個函數相乘 這是函數裡面有函數 你剛剛講的那個 你剛剛講的是函數 微分的乘法 對啊 你剛剛講的是這樣子 是 我現在是這樣子 我現在解的是這個 你剛剛講的是這個 你剛剛講的是這個 所以那個大A平方 不懂 我現在不是把大A 我把這一串丟進這裡面阿 我實際上我要解的是 Yi Yi減掉 Yhart的平方阿 所以我是兩個函數的組合 我不是兩個函數的相乘耶 所以我在用連鎖綠 我不是用微分乘法 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嗎 所以 欸剛剛來你講 我剛剛這裡用連鎖綠 這個等式你可以接受嗎 好 你可以接受 那就簡單阿 這個你很容易解吧 等於2A對吧 這個式子等於2A 這個part是2A對吧 可以接受 那這個式子咧 這個A不行阿 我一定要把A展開阿 好 等於 乘語 不然我寫 我寫過來好不好 我寫過來讓大家比較看得到 2A 乘語 D Yhart 然後D 然後 我現在把它展開 Y 減掉Yhart 可以接受嗎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等於多少 負1 這裡就是負1阿 這個是常數嘛 這裡解出來就是負1嘛 等於2A乘以負1對不對 可以嗎 哈囉 有 有這麼 有 可以嗎 這一個 Yhart 我要對Yhart 球為分阿 這一個是他的常數項 我不要管他 那他的係數就是負1對不對 對不對 他一次向移下來 他就變負1了 他就變負1了 Yhart 分之Y 減1 沒有阿 那看我把他移向好不好 負Yhart 加Y 這樣看起來有比較像負1了嗎 這個Y 你現在不要管Y 這個Y是常數向耶 我們 這個Y可以先拿掉 那負Y 求 負Y求 Yhart 尾分4-1了吧 所以是負1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真的 不要害羞喔 可以齁 所以是負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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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看是不是負2A 這一個式子 兩倍過來 然後有一個負數嘛 負數我是把這兩項交換 負數我把這兩項交換 負數我把這兩項交換 可以接受齁 可以接受齁 這邊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了吧 好 很像數學課了 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 我早就跟你們說 這門課是數學課了 好不好 來 繼續 那 這邊 變成這樣之後 那就簡單了 因為他沒有微分阿 沒有微分就是照算就對了 對不對 那後面我還要解阿 Yhart的是什麼 B0加B1X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一個 微分出來多少 一樣 這是常數項 不要看 我現在在微分B0喔 所以這一項是常數項對不對 不要看 所以就是1嘛 就是乘1嘛 所以答案就是他 可以接受嗎 我對 這個LossFunction 求B0的偏導函數 答案就是他 也就是說 B0等於這個樣子的時候 會有急值 對B1求為分 前面的過程都一樣 因為前面還是對Yhart先求為分 只是後面改成 這邊改成B1 那就是X留下來 X是他的係數 變成這個樣子 這兩個結果大家可以接受嗎 不能接受的舉手 不能接受的舉手 不要害羞 快點 不能接受的舉手 好啦 你要舉手 來 你可不可以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你是對上面不能接受 還是下面不能接受 對 你在求B0的時候 後面是常數嘛 那他就是 1乘以B0的一次方 那你對 1乘以B0的一次方 那我現在如果我 對B1為分的話 到這裡為止是一樣的 只差在這裡改成B1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不用看了 那B1 X是不是他的係數 X是他的係數喔 所以是X乘上X 就是一個常數喔 X乘上B1的一次方 我對B1為分 那就是1下來就是X嘛 所以我變成這裡乘上X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可以接受嗎 所以B0跟B1的 天導函數 都長成這個 長成這兩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呃 是咳嗽是 覺得受不太了 還是只是咳嗽 只是咳嗽 好 好 所以這就是答案喔 這就是答案 代表了什麼意思 當 B0的偏導函數 也就是這一串等於0 和B1的偏導函數 這一串等於0的地方有幾值 有幾值 可以接受吧 那 2N 兩邊一起乘以2N 兩邊一起乘以2N 是不是就可以消掉了 這邊是0嘛 所以就不重要嘛 對不對 所以2N可以去掉 可以接受喔 好 這樣你是不是可以得到 這樣的一個 最後的這樣一個式子 上面換到下面 沒有那麼難了吧 這不是微分啦 這等量公里 哈囉 哈囉 有沒有要給我一些response啊 好 有人點頭啦 有沒有人搖頭 好了等量公里 你回去解啦好不好 我們這兩課快上不完了 等量 我前面解微分已經講 等量公里自己回去解啦好不好 你要把 這兩個這個式子換下來 應該沒有那麼難啊 好 那 你要把這個式子再換成下面 應該也不會很難 因為我只是把YHARP展開嘛 我只是把YHARP展開而已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把YHARP展開 為什麼我要搞了半天 我要把YHARP展開咧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 因為YHARP它就是一個組合啊 我要求的其實是B0跟B1 B0跟B1 才是我的位置數嘛 我知道 當這兩個等於0的時候 這是我的兩個聯力方程式 可是位置數沒有藏在YI裡面啊 所以我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變成 求2元 聯力方程式了 我這樣是不是就在求2元 聯力方程式 那我就可以知道 B0等於多少的時候 B1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兩式會成立嗎 我在求2元聯力方程式 可以接受嗎 好 再稍微整理一下 你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只是展開而已啊 沒有那麼難好不好 B0移到前面 展開而已 展開而已 沒有那麼困難哦 把SIGMA展開而已 可以接受吧 上面到下面可以接受嗎 太好了 我看到很多點頭啊 可以齁 好來 那來 B0 IA到N SIGMA 因為他沒有常數嘛 所以他就是B0 可以接受吧 那B1 是個常數移出來 可以接受吧 這裡我們不要管 那一樣這裡我也是把B0移出來 B1移出來 變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吧 上到下也可以接受 只是SIGMA在移常數而已哦 好 一起乘上這個數字 一起乘上這個數字 來我們來看 來 B0 乘以SIGMA 就是我把N消掉了 我把所有的N都消掉了哦 這個N是不是被我消掉了 然後我把它乘上一個SIGMA N分之 N這個消掉 所以我把這個移到B0的旁邊 變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然後 N分之一移到前面 這個東西我把它兩個相乘 這樣可以接受吧 剛剛本來只有這個嘛 我現在變成這一包算完之後 再乘以它 反正我就先乘上這個東西啦 這樣大家比較好做事 這樣可以接受哦 好 後面也是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 這個式子乘上 這個東西 就會得到這個式子 好拜託 這個我真的今天課快要上不完啦 回去解啦 好不好 這個可以齁 可以嗎 可以電頭 好 這邊是不是有B0 是不是同樣的東西 可以上下兩次相撿了 好上下兩次相撿 那就是這一坨 剪掉這一坨 再剪掉這一坨 再剪掉這一坨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一坨在這裡 好這一坨 剪掉這個 剪掉這個 再加上 因為剪這個嘛 再加這個 再剪這個 等於0 可以接受吧 上下兩次相撿 回去自己算了 市值看起來比較複雜而已 上下兩次相撿可以接受 好整理一下 這個叫整理齁 把跟B1有關的丟左邊 把跟B1無關的丟右邊 就這樣而已 這兩項跟B1無關對不對 丟右邊 這兩項跟B1有關對不對 丟一起 這樣可以嗎 整理成 這樣一個式子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B1 是不是可以移出來了 B1移出來 B1乘以括號 1分之1乘上這一個 再剪掉這一個 等於1分之1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B1是不是解出來了 好可以接受吧 你們可以回去跟高中 K方法 得出來答案比一下 一定就是一樣的 好我剛剛叫你們解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目前覺得 等量公里比較難 還是偏微分比較難 等量公里比較難 還偏微分比較難 诶 你们觉得偏尾分 都没有人觉得等量功率比较难吗 你觉得呢 哦 钢学比较难 好 我跟你们讲 你们现在也许会觉得偏尾分比较难 可是当你们熟练运用连锁率了以后 你们发现偏尾分运算量很小 算起来很快 等量功率其实比较复杂 而且我现在才双变数 如果你现在有三连连力方程式 你解起来就很累 所以我跟你们讲哦 我今天还是要用等量功率硬解 我下下节课 我就会教你们不用等量功率求 就是解完偏尾分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也不是知道答案 就要用方法去求近视解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其实后面这里听不懂就算了 你只要知道最后我得到了一个结果 如果你反正你就是你如果说中间你不想学 对不对不影响后面的学习 我这边只是要证明说我用这个方法是解出来而已 好 B1解出来以后 那B0呢 B0你现在如果回头求那个B0太难了啦 你用这个式子解B0比较快 B0 所以N 就是刚刚我们有一个式子嘛 这个式在这里 这个式子 B1如果你解出来了 那B0就简单多啦 对不对 B0加N加上B1 那你B1你已经求出来了嘛 所以B0你就做一个移向这样就求出来 这样可以接受哦 可以吧 好 我们真的 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时间给大家练习了 就是我本来希望大家亲手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做出这个0.12 102跟78 那我现在要直接示范了哦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好 不过在这个目前这样子的话 大家对数学还可以理解吧 那个 那个一年级的上升筒 这个过程也许他不会教啦 但是现行回归的标准解法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这个东西叫最小平方法 可是我告诉你们这整串解法原因是什么 今天你如果这整串解法是会的 我跟你讲 那个 生物统计搞不好 或者初登统计他搞不好只会直接告诉你结果 结果就长这样 他可以有其他呈现方法啦 就是其他呈现方法可能比较简单啊 什么上面是共变数 下面是标准差之类的方法 就是这一坨还可以看成其他 其他东西 那算起来会比较简单 可是问题是我想要告诉你们是 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整串解法 因为 你这整串解法如果会的话 前面那个平方盒 你想要改成绝对值就可以做了吗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哦 来 首先我们先把Y 抓出来 好现在这是X 这是Y 对不对 好来看着哦 看着看着重点 来先算B1 B1有什么东西 全部加起来 Y全部累加 X全部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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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乘上Y的全部累加 X乘上X的全部累加 对不对 Y有这四种东西对不对 所以我先算这四种东西 X全部加起来 Y全部加起来 X乘上Y全部加起来 X乘上X全部加起来 还有N 我先算出这四种东西 这样可以吗 X是这个 Y是这个 XY全部加起来 好可以接受吧 我就是要算这四个东西 这四个东西我算完之后 来看前面的公式 这个乘上Y乘上X 再减掉YX对不对 Y乘上X除以N 再减掉YX 看到了吗 N分之1在这里 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接受啊 看得懂吧 加点乘出总看得懂了 来 除以X乘上X除以N 再减掉XX X乘上X除以N 再减掉XX 我们来看一下B1是多少 好 一模一样 跟程式解出来的一模一样 可以接受吧 所以这整个数学过程可以接受 我求解解的应该没有错 至少跟程式解出来是一样的 好那B0 B0就简单啊 B0就这样嘛 来B0看一下前面 这个东西 啊这不是他妈就是Y的平均值吗 这不就是X的平均值吗 好这样可以接受 好 到此为止 休息三分钟了好不好 给大家休息一下 好我们来继续啦 那我们假设刚刚大家都有跟上啊 大家就是可以接受刚刚那一整套解法 我刚 demo那一整套解法主要想跟大家讲的是 呃以前你们做的现行回归 也许你们中间的过程 整个逻辑思考没有那么的 没有人跟你们讲那么清楚 就是他应该拆成什么Pretition Function啊 Loss Function啊 然后求解的方法 那个求解的方法其实就是 微分加联利方程 这样的东西是吗 那个 微分加联利方程这个东西 下两下节课就会把他换掉了 就是会开始教不同的解法 这样懂我意思吧 我一分加联利方程这个部分 可是总之你就是要有 Pretition Function Loss Function跟解法 然后最后才会得到答案 那中间的每一个Part都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一开始直接用个新的Pretition Function Pretition Function 就直接给他个新的Function Set 然后你的你也可以直接换一个Loss Function 但是那个Loss Function不能乱换 要有一定的合理性 那最后就是你的那个解法 解法我们现在就只会这套解法 因为高中就只教我们这套解法 我们就继续用好 来我们现在要教你数据的是 我现在要把他扩展成矩阵 你们可能会觉得矩阵很恐怖啊 你们等一下会发现矩阵很简单啊 来看着 我们刚刚的式子是YHOT等于BETA0加BETA1XI 对不对 实际上 他也可以写成YHOT YI等于BETA0加BETA1XI 加上SIGMAI 这个是残叉 这样可以接受啊 这两个式子相等可以接受啊 好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看成I等于1到N 然后他有好多不同的式子对不对 B0跟B1是完全相 完全在每个式子都是完全一样的 X1X跟Y1是一个相对应的这些数值 这样可以接受吧 上面到下面你应该是非常容易接受的 可以吗 好可以来看着来 我们可以把刚刚这个式子 写成这个样子 Y等于XB加 Y Y在这里对不对 等于XX长这样 1X1X2 B 他们两个相乘 矩阵的成法要怎么乘的 这两个 1跟X1乘上这两个对不对 矩阵的成法大家还记得吗 等一下我再确定一次 高中的比较矩阵 高中的比较矩阵 研究成还记不记得矩阵啊 那我们重新定义一下 反正矩阵的成法就是前面那个 矩阵的 RAW 乘上后面那个矩阵的COLEN 这样可以接受哦 然后内积 向量内积 这两个向内积的意思就是 他们两个元素对元素乘起来之后再加起来 这就是矩阵的成法 可以接受吗 哈啰 好那我们假设都可以接受了 那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 这个是这一坨式子看成 Y等于XB加1了 可以吗 可以哦 学妹你可以吗 你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你没有办法 你 你看 Y 这个等于他是不是好几个元素 所以这个等于 虽然只写了一个实际上有N个哦 每个元素都要完全相等 那你如果只看一个的话 Y1就等于1 X1 然后跟B0 B1的内积 他们内积是什么 按元素相乘 之后再累加起来 按元素相乘是1 乘以B0 加上 X1乘上B1 然后这两个 之后最后还要加上个1啊 再加上个SIGMA1 那是不是就等于前面的这个式子 啊每个式子都一样哦 他的等号可以写很多个哦 他这个等号实际上有N个等号哦 每个元素都要相等 这样可以了吗 等于 听不懂 等 你说为什么只写一个等于吗 我下面是在定义 我下面在定义 实际上只有上面这个式子 好可以接受哦 好好那我就写的不好 我写的不好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学弟谢谢你 学弟太好了 好 好那我表达完了这个矩阵式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Loss 长成什么样 我们的Loss就是1 平方嘛 残差平方和对吧 注意一下 残差平方和如何用矩阵表达 前面那个矩阵的Raw 乘上后面那个矩阵的Colent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把他反过来 转制 转制完了以后 他的这个Raw就全部了嘛 对不对 乘上这个矩阵的Colent 那就是他本身嘛 对不对 内积 内积是不是就是平方和 内积自己 自己跟自己相乘 那就是内积 那就是内积和嘛 对不对 哦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好好好 好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内积 这个Loss可以写成1 乘上1之几 这样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吧 可以吗可以吗 哎可以点反应 不行的举手 不行的举手好了 啊不行哦 好了好了 这 这个自己乘自己再全部加起来 这就是残塔平方和可以接受吗 所以 矩阵两个自己乘自己 矩阵相乘就是内积啊 你是不知道内积是什么是不是 内积就是两个向量 两个向量 假设 这个向量是123 向量是456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就是 1乘4加上2乘5加上3乘6 内积就是全部乘起来 然后再累加起来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 他全部相 全部相对应的相乘 因为都是自己乘自己嘛 所以就是平方嘛 再加起来是不是核 所以这就是残塔平方核 可以接受吗 可以吗 好 其实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现在 站在矩阵的思考 矩阵的立场去思考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当初现金回归 大家要用平方核 因为真的比较好算 你们可以想象这边如果要做绝对值的话 多麻烦吗 可以可以想象吧 你从矩阵的角度思考 你就会觉得 平方好哎 因为就是自己相乘嘛 这样可以接受哦 好 那我们来把这两个这个式展开好了 展开就是 X 就是Y 1不是就是 Y-XB吗 这就1嘛 哎把这个移过去 这样可以很简单吧 然后这个算完之后再转制 然后乘上Y-XB 可以接受吧 然后我们的目标是最小化Loss 可以接受吗 可以哦 好 很好 我们来下个 好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们仔细一点点解 我们要求的 微分是哪个微分 B B是我们要解的东西 看一下B是什么 B矩阵是我们想要求解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是 B的导函数 我们要得到的是B的导函数哦 注意哦 我们不是要 其他的导函数 我们就是要B的导函数哦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Loss 球B的导函数 展开先展开大家看一下 可以吧 好接着把T放进去 这应该很容易理解吧 你先做完一串运算再转制 看每个都转制完 然后再运算 这个答案是应该是一样的 可以吗 hello 好好好可以哦 可以吗 这个这个就是放下去 这个应该不难啊 不难想 因为我没有做任何运算嘛 我只改变他的形状而已啊 可以接受 好那我们再往下来 全部盛开 全部盛开 这应该也不难吧 YT乘上Y 减掉XT BT乘上Y 再减掉 YT 这个 有时候这个顺序会反掉 因为矩阵的乘法 有他的这个就是 有他的那个 方向 就是有他的那个 要求 前面那个矩阵的 Number of column 要跟后面那个矩阵 Number of column 要相等 否则他没有办法内积嘛 矩阵的乘法一定是 A乘与B的矩阵 乘上个B乘与C的矩阵嘛 所以你为了要配合他的形状 你可能要移向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样可以接受吧 可是无论如何 你把这样的一个 是乘乘四项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吧 好可以接受吧 好那接着 这两项 这两项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啊 都是Y跟XB对不对 所以把这两项合并 减掉两倍的这个可以接受吗 这个四下应该也可以接受吧 可以 好可以来 可以精彩的来啦 来 接着我终于要对每一项 球B矩阵的微分了 这一项有B吗 没有 所以他的常数 直接丢了 可以接受吗 直接丢了哦 这一项有B吗 有哎 可是他是一次试对不对 所以直接负两倍的XT乘以Y 留下来就好了 可以接受吗 这是二次试对不对 两个B啊 这是二次试 两倍的XT X乘以B B还要留着哦 二次试那个东西还要留着对吧 可以接受吗 对Loss 球B的矩阵为分可以接受吗 有没有觉得比前面快啊 会不会觉得前面好麻烦啊 有没有觉得矩阵很方便 还蛮方便的对不对 诶 那这个式只要等于0 这个式只要等于0 那 我不就我先把2去掉嘛 然后我把这个负的这一项移过来 那是不是XTXB等于XTY 这个式等于0 移向下来变他 简单吧 可以吗 简单好简单来了 诶把这个一起除与他 可是矩阵没有办法用除的 所以要乘上他反矩阵 你们知道反矩阵吧 就是 某一个矩阵跟他的反矩阵相乘 就会变单位矩阵 当然矩阵就是中间对角线是1 旁边是0的那个矩阵 不管形状 但是就是那个矩阵I 通常用I来显示 可以接受吧 那I矩阵有什么特性 I矩阵乘上任何一个矩阵 都是那个矩阵啊 任何矩阵乘上I都是那个矩阵 这就是I矩阵的特性 所以我就可以 我如果乘上他的反矩阵 两边一起乘上 这个反矩阵 我这里是不是变I矩阵 I矩阵乘B就是B留下 B就等于XT乘上X的 反矩阵 再乘上XT乘上Y 这个叫转置矩阵 这个叫反矩阵 注意一下哦 意思不一样 转置矩阵只是把它 转置矩阵 反矩阵是反矩阵不好求 反矩阵是你要求一个矩阵 然后两个相乘要等于 要等于单位矩阵 这个那个什么 在高中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啊 就是那个 矩阵是你要画一条线 然后把它慢慢移过来 那个什么高丝消去法什么的 就是你要画一个这个东西啊 我现在懒得带你们解了 如果画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两边慢慢搞的那个 可以吗 忘记就算了啦 反正反矩阵 我们就直接用电脑球了 好不好 好可以哦 有没有觉得 矩阵算起来有够快的 来验证一下 好来来来来来来看一下 这个 矩阵的这个球法哦 我不想管了好不好 就是只教 就教这个函数怎么做而已啦 大家回去自己试 好不好 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来 今天的重点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X矩阵 X矩阵长这样 哎看啊 第一个是1嘛 就是刚刚我们的X矩阵长什么样子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X矩阵 1 然后原来的X嘛 对不对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Y矩阵 Y矩阵就是 每个的Y嘛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吧 X跟Y就是我刚刚定义的那个样子嘛 来看他 B就等于Xt乘乘X的反矩阵 然后再乘乘Xt乘乘Y 好这个看的有点复杂 我们先看一下 他其实是这样子 先 求这个矩阵 先求这个矩阵 求我看 求出来长这样 这里是 X的矩阵 X矩阵 转置之后再乘上X矩阵 可以接受吧 Solve Solve这个函数的意思是 Solve这个函数的意思是 求反矩阵 好他变这个样子了 这是他的反矩阵 这两个矩阵相乘会变单位矩阵 可以接受吧 好接着 再乘以X的转置矩阵 这个有点复杂 再乘上Y矩阵 看到了吧 这个答案是不是跟刚刚一模一样 78.9312 0.11021 需要回去对答案吗 应该不用吧 有没有很方便 很方便吗 好我告诉你们 还有一个更方便的事情 你这个X可不可以多几项啊 诶可以多几项啊 诶可以多几项啊 我再告诉你们更方便的是 Y可不可以多几项啊 Y也可以多几项 答案都一样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你看但是R里面的函数只能解 Y还是不能太多项 可是我等一下会带你们试一下 好我今天真的是 没有时间让你们自己试了 我都直接示范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讲数学的过程 讲的比较久 好现在我们希望 可以解出990.12跟-0.13 可以吗 来怎么做 来把刚刚的X许证X许证换掉啊 X许证 我们来看X许证长什么样子 X许证长这样 诶不是这不是X许证X许证在这 X许证 X许证 X许证一样嘛 Y许证就长这样X许证呢 X许证长这样 1然后H跟PR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来 刚刚那一串词诶 我一个字都没改哦 我一个字都没改哦 你看前面 我一个字都没改哦 你们如果怕我改 我现在复制这里的给你们看好了 好不好 看到了吗 解出来的答案 是不是一模一样 方便吧 可以吧可以吧可以接受哦 再给大家看一个更方便的事情好了 就是假设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除了RateEdge以外 我们再来 刚刚是RateEdge 我刚看一下 RateEdge 我们先用这里来看 好我现在总共 我现在你看我的Data里面总共有什么 我Data里面是不是有 Edge Rate PR QRSD 我把QRSD也拿过来来看着哦 好然后我的Y 我把它改成Rate加上QRSD 好然后我的X矩阵 啊Y矩阵这边Number of card要2 等一下等一下Y矩阵 好我的Y矩阵是不是Rate跟QRSD 然后我的X矩阵 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X矩阵 还是刚刚的Edge PR对不对 那你再看哦我们再求一次Beta 这一串是不是完全一样 用Edge還有PR对Rate的预测 拮据跟两个的斜率是不是一样 但是同时我是不是得到了QRSD的结果 看答案 好我们把Rate换QRSD 哎看到了吧 是不是一起解出来了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矩阵的算法 很好很厉害哦 记住这个结果啊 我跟你们讲这个 你们在上生物统计的时候 学长可能已经上完了 学弟妹可能还要学了 你们会发现 你们的回归会多一个叫副回归 副回归就是变数超过一个的啦 变数超过一个一定要用矩阵解 也只能用矩阵解 而矩阵的这个结果 我们有没有说过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包含他的嘛 所以你要解这个式子的方式 也可以拿来解这个式子 所以你可以解出这个式子 可以接受吧 这个式子是我们今天 教学教了半天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啦 这就是我们的 线性回归的扩展 那我今天教大家这一大串 这个有点像复习啊 就是同个东西有带你们用不同的解法 把它解出来 但解出来是一样的东西 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 不要那么排斥我刚刚讲那堆东西 就是新的一些定义啊 来 再复习一次啊 Predition function 你要先解 制定一个function set 制定一个architecture 然后接着 这个你需要决定一个loss function 接着再决定一个解法 这个解法目前我们只学会一种 偏为分加严历方程 这是我们目前的解法 下节课我们就会教不同的解法 那下下节课 下节课跟下下节课 我们会教不同的解法 然后最后会收缩成一个比较通用的解法 那最后你就可以解出来那个人工智慧 注意这三个过程啊 好不好 那当然重要的啊 还是你X跟Y必须要是已知数啊 XY必须要是已知数才要帮他解嘛 对不对 那XY是什么 是sample 我们需要data 你要data XY才是已知数啊 不然你怎么解 所以做人工智慧 你整个人工智慧 或是整个机器学习演算法的 四大元素 四大重要元素你都了解了 Predition function Loss function Aggorism 跟Data 诶 請讲 那你提的机器有收 Function 你说我要把Loss function 换成 那个 换成 残差平方核哦 就Loss function 是 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现在是残差平方核啊 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在这里 这里 它现在是残差平方核 我们刚刚说的推导都是 用残差平方核这个为例 诶可是不用害怕 我后面一定会教你们不同的Ross function 好不好把它换成 绝对值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解的过程会不一样 那绝对值 绝对值本身 就是平方在开根号 所以是平方在二分之一 这样可以吧 那你要解 绝对值的导函数 也不会很难啊 对不对 绝对值的导函数是多少 你不用想数学的方式 你只要想它的限制长成这样 对不对 它写率是多少 它写率要么就是1 要么就是-1 绝对值 诶绝对值的函数 你们有看过吗 y等于 绝对值的函数 绝对值除了在0点 它的切线斜率是0以外 剩下都是要么就是1 要么就是-1 切线斜率是它的斜率吧 可以接受吧 它在任何一个点的斜率都是-1 所以你知道绝对值的斜率以后 你所有的过程回家 是不是可以试着解解看 就是你把这个部分换成绝对值吗 所以要么就是1啊 每次-1啊 后面是一样的 这样可以接受 好 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就是 呃 虚拟 我们再教最后一个 今天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 就前面那个比较难 前面那些数学过程比较难 最后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这样我几乎可以肯定 研究生应该找到知道这个事情 但大学生可能还不知道 好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我们的data里面 我们data里面有连续变相 这个用连续变相做回归都很好理解 那我问一下 类别变相可不可以做回归啊 可以 来为什么 切很多块 不然我换个讲法 那性别性别可不可以做回归 上次说可以 上次是指什么 是上 上个礼拜吗 上个礼拜不是我上的 不是说事实上可以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 嗯 假如我们要算 年 我们性别 我们可以把 female当0 然后把没有当1 那这样解出来的回归系数 是不是就是 如果female的话 因为都是0 主要解出一个回归系数 他是我们现在来解一个好了好不好 ami 啊我直接用ami 这个例子不好 我们来直接解回归系数来 这边感觉 这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77.52 加上0.1063 乘以edge 再加上 2.0274 所以他其实可以放进我们的regression 可以放进我们的regression 可以接受吧 可以吗 哈喽 不行了 好都可以 好可是问题这是二元类别变相啊 二元类别变相啊 隨便像你當然可以01啊 三個類別以上怎麼辦啊 可以放012嗎 可以放012嗎好像不行 會怪怪的 怪在哪裡 他式子會寫成這個樣子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我們把範例寫出來好了 啊搞什麼沒有寫啊 會怪怪的為什麼會怪怪的 因為 因為 如果你今天有三個類別 舉例來說 呃 我們來想個三個類別的東西好了 這個 舉例來說 甲斑 乙斑 丙斑好了 然後我們把甲斑 乙斑 丙斑 把它coding成 甲斑 乙斑 丙斑 我們把它coding成012 那我們最後放到那個矩陣式已經運算的時候 每個人那個x大女生的sample是不是長這樣 1 1 1 然後這裡可能有些是0有些是1有些是2這樣子 這個x大女生會長這樣 他求出來的預測是 這個就是y 乙斑跟甲斑 他們差 beta1 他們的預測值差 beta1 丙斑跟乙斑 他們預測值也差 beta1 那丙斑跟甲斑 他們的預測值差 2倍的beta1 這是很怪 你多好意思 他很怪 所以我們不能 如果三個類別的 variable 我們不能用 我們不能直接把它當012這樣搞 那我們可以怎麼搞呢 我們可以把它搞成這樣子 甲斑 等於00 乙斑等於10 丙斑等於01 然後我的x大矩陣呢 x大矩陣 變成了 一樣 第一個是結局嘛 甲斑變成00 乙斑變10 丙斑變01 然後我用這個x大矩陣 重新定義的x大矩陣去求 剛剛那個beta 所以我要跟大家強調的一件事是什麼 為什麼前面要先教大家復回歸的解法呢 為什麼要先教大家矩陣解法 因為當你會了矩陣解法之後 你就不會carex有幾個變數了 這個矩陣的number of column 你就不會care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大膽的把 variable 換成多個variable 那這樣子解出來的式子會長怎樣 y 等於beta0加beta1x1加beta2x2對不對 甲斑跟乙斑差多少 beta1 甲斑跟丙斑差多少 beta2 乙斑跟丙斑差多少 beta2-beta1 可以接受嗎 應該不會太難吧 你多了一個variable之後 就一切都合理了 好可以吧 接運的表情看起來有點嚴重 好可以嗎 好可以 可以嗎旁邊的 你的眉頭做的有點嚴重 可以接受嗎 好都可以哦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直接解出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現在這樣操作你們可能還難理解 我們直接丟ami進來 丟進來這邊有-9-6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 實際上是這樣子 86. 80在這裡 等於 加上這個age再減掉 0.9 if 在這個variable他是non-stemming 再減掉6.9 if這個variable他是 stemming 這裡可以接受嗎 哦我寫反了 這裡是non-stemming 沒錯 這裡是stemming 這裡是non-stemming 好可以接受吧 啊因為這個variable 他們最多只能要一個 你如果兩個都不是就是都都沒有 對不對 都是00 啊你最多的不會有11出現哦 沒有人在這個variable可以同時是stemming 又是non-stemming的啦 因為這只是同個variable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如果你的variable 是一個三個類別的 的 類別變相 你就要產生兩個虛擬變數 如果三個四個類別就要三個虛擬變數 三個類別的話 你就必須把它換成 0 0 0 4個類別啦你就必須換成0 0 0 100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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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這邊又有一個加一分的題目了 給大家回答 我可不可以 把四個類別的 類別變數 換成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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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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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相信一定是這樣子啦 我相信你們很容易就可以猜出 一定不行 為什麼不行 來肉拉會道吧 我再重複一次我的問題 4個類別的變數 為什麼一定要用左邊的 方法不能用右邊的方法去編嘛 你要講嗎來請講 你聽不懂這樣會有兩種樣子 就是用 就是用第二行 就是 那如果用一樣用最長的 那 你這樣就能不能做 啊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你在講什麼 好不用我來講答案 傑宇你有講話嗎 好我來講答案 答案是你要回到剛剛那個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0 1 2去編碼 我們用0 1 2去編碼的話 你是不是會發現你 你必須承認一些很討厭的事實 舉例來說 丙班跟甲班的差距 等於 兩倍的V1 很討厭 然後這兩個必須相這兩個差別 這兩個必須相等 這個我 就是你就必須承認一些很討厭的事情 那我把它拆開來之後 一切就簡單多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 同樣的 如果 我用這個方法的話 一樣我也必須被承認一些很討厭的事情 什麼討厭的事情 因為他 背後寫成 y等於β0加β1x1 加β2x2 所以 這個 第4类 跟第2类的差距 是 β1 而不是是β2 第3類 跟第1類的差距也必須是β2 所以我是不是要背後承認很多 我可能不想承認的事情 假設這是4個班級啊 誰規定他媽的第三個班級跟一個班級的均均分差異 和第四跟第二的差異要一樣 我是不是被迫承認一些事情 你們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直接跟你們講這個被迫承認這件事情 他有一個統計上有一個叫自由度不足 就是這個世子太不自由了 懂我的意思嗎 他沒有辦法隨著資料去做他想做的變換 自由度不足 所以我必須給出足夠的自由度 我必須要給我世子給出足夠的自由度 所以以後你可能會學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像什麼 如果你的回歸裡面有一個四個類別的變數 他要占掉三個自由度 原來他的虛擬變數需要有三個 如果小於三個自由度就不足 所以他必須至少他就有三個 好這些這些我現在講的這頓大學生可能理解不了 因為你們有上谷記 等到你們上到那個下半學習的時候 你們聽到自由度啊自由度的時候 你們就開始想起我這樣講話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句話這些自由度是講給研究生聽的 因為大學生還聽不懂請教自由度 因為還沒有接觸到這個ton 好那我們現在 就是啊反正 你可以看到反正答案一定是一模一樣了 好不好就是 我們就他實際上真的是把他當做虛擬電數來處理 好了這個練習三我也不想搞了 對不對反正就矩陣式球解 這些原理都非常簡單 你們有看到從頭到尾我的 我在球B矩陣的時候都是用同的四 我從來沒有換過 因為這是通解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線性回歸的這一個式子 的這一個式子 是通解 可以對任意多的X和任意多的Y 求通解 你們應該現在要非常尊敬通解這個ton 通解的意思就是 什麼都可以 你怎麼搞都可以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這個式子很重要 我們今天解了半天解出來其實就是這個式子 好不過我要跟大家講強調一件事情 也許你並不需要記住這個結果 因為我不斷強調這節課 我們 所以我們之後會教大家不同的解法 這個解法 這個最後這個公式解 這個東西叫公式解 他有另外一個說法叫解析解 解析解公式解 我想你們高中 國中行就學過了 一元二次方程式是有公式解 為什麼沒有交一元三次的 因為沒有 和一元五次的沒有公式解 是沒有 沒有就是你寫不出來 今天我們的線性回歸 我們的線性回歸 我再強調的是線性回歸是什麼 線性回歸是一個 y等於beta0加beta1x1 beta2x加beta2x2 點點點的這樣的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 加上殘差平方合這個loss function 加上偏微分加典力方程的這一套解法 這一大串的組合叫線性回歸 中間換 因為你的定義這麼清楚 你指定了三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公式解 那如果你想要把loss function換成絕對值 抱歉這就不適用了 你必須重解一個 如果你換成絕對值 他還是會有公式解 可是如果你換成一個複雜一點 他搞不好就沒有公式解 或者你的prediction function複雜一點 他或許就沒有公式解 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的我們今天所用的求解技巧 偏微分加連立方程 只能求公式解 之後我們會遇到一些方程 你用偏微分加連立方程 下去會無解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下一節課開始 我們會教大家其他種解法 下一節課我們的重點會著重在loss function 我們今天教完大家整個過程之後 下一節課我們教大家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不可以亂定 我剛剛已經講他不可以亂定 可是他有一個定 指定loss function的邏輯 其實是可以講出一個邏輯的 loss function到底可以怎麼定 他可以講出一個邏輯 那在符合這個邏輯之下 任何一個loss function其實都可以用 下一節課我們的重點是這個 在下一節課我們的重點就是 教你新的解法 那在下下節課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教大家更多不同的position function 那你就會跳脫線性回歸了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就會開始學習 那線性回歸交到下一個 比如說下下下節課 我們會教logistic duration 這個學統計的 統計的上的人可能會覺得 這個我們學過了 沒錯我就是要從學過的開始 那這就是一個新的組合 你就可以把他想 這是一個新的機器學習算法 所以我會講很多不同的機器學習算法 based on 前面這些基礎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今天課 基本上就是上到這裡 就是從這節課開始你就會發現 這個課程 我們終於接觸到課程中數學的部分了 對不對 那我希望我們對這些數學的部分 是真的理解 因為真的理解 你會到後面你會發現 哦原來啊 原來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數 就是原來這些東西都是數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他們可以看成同樣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不過就是我現在 就是我現在 我再講個前提好了 可是我不想要讓大家被 我現在這句話混亂掉 就是我之後教大家的 就是我教到 我下一節課跟下一節課 教大家的這個解法 我會教大家一個非常有效率的解法 這個解法 這個解法會是能夠解決機器學習 這個TEN 這個大TEN裡面 百分之五六十的解法 百分之五六十可以靠這個方法解完 還有百分之百的深度學習技術 都可以靠這個解法解完 可是還有百分之四五十的機器學習的方法 不能用這套方法去解 到時候遇到的時候 我會一個一個去教你們 又要用什麼數學工具去解他 又要用什麼數學工具去解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我之後兩節課教的那一套邏輯 很重要因為百分之百的深度學習 因為百分之百的深度學習的方法 都可以用他來解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有沒有問題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